我宣布本届诺贝尔医学奖的最新得主是 许之义许博士 让我们掌声有请许博士上台领奖 中国著名医药学家许之义 因创制出新型抗病毒疫苗 显著降低该病毒的死亡率和疫苗的售出价格 成为诺贝尔医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得者 接下来我将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新型疫苗的使用 预计在未来的一年的时间内 实现别人免费打疫苗 疫苗入万家的美好练剂 死力强格局大 如果人人免费打疫苗 这患者就不用再高价买这条药了 哎 你给我去死 开开网树 你让医苗整个行业的罪人 徐晨医 你就是死 死病万死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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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岁小孩带着五岁小孩离家出走啊 这是在家受了多大委屈啊 就是啊 行行点点 虽然说不是裴队长亲生的 但是人家也是属于恋事遗孤 他虐待恋事遗孤 是要被送上军事法庭的 孩子可怜啊 裴队长也可怜 娶了个城市来的老婆 虐待孩子 裴队长的升职机会也没有了 不是他挡了八辈子血没了 别说了 他好像醒了 哎呀 不可能 你肯定看错了 这种女人啊 就得狠狠地打 打一顿就老实了 就是 像他呀 不打呀 不听话 就得狠狠地打 好吵啊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这么怕我干什么 对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这是哪 这个小户子 加油干什么 我就是穿越了 都是吧 我堂堂医学女博士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竟然穿到了 乌子馈发的七六年代 还是个 臭名昭著的不读后脑 老天爷 你就算是要独当重来 也没必要开哈根 是吧 学生修 学生修 不好啦 你这孩子跳河啦 什么 黑队 黑队我听说许志青又闹着要回城里 要我说啊这实在不行就跟他离了吧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就这么说 他只是高下降而已还不习惯 也不慢慢哭 黑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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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哎呀你们家星星和点点的跳河了 哎呀什么 你们家星星和点点的跳河了 星星 点点 你们快醒醒啊 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 活了 活了 啊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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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泥水了 许吉利 许吉利 装什么装 要不是因为你卖孩子 星星今天也不会掉河自杀 现在知道来装好人了 你装干什么去了 啊 你 哎嘿嘿嘿 你也夫人离婚 啊 啊 你自己啊 许吉利 你敢打我 第一不是我賣的孩子 第二你先打 我才打的你 在質問別人之前 先審視你自己 许之夜 你別走一 你賣的孩子 你不操耀 三輩大哥早晚留下 要跟你離婚 我離不離婚 關你什麼事 真是屋裡掛不動 當上你了 你 我好得很 不用你操心 许之夜 他就是裴燕昭 不是說是個香巴佬嗎 這雙開門 這大長腿 也太帅了吧 许之夜 在幹什麼 我什麼都沒幹 裴大哥 我只是想勸徐之星 對星星點點好點 他就打我 你看 你看都給我打的 明明是你先動的手 惡人先告狀是吧 裴大哥 我真的沒有打他 不行 可是你問大家 沒錯裴隊 我們剛才親眼所見 徐之星打了江戶士 就是啊 徐之星脾氣再不好 也不能動手打人啊 江戶士平時人那麼好 徐之星還這樣對他 真是太過分了 忘了原主 把村裡人都得罪個遍了 現在 誰還替我說話 徐之夜 打人是不對的 你給江戶士道歉 我又沒做錯 我跟他道什麼去 大家都親眼看見了 你還想狡辯嗎 你 徐之一 這下你完蛋了吧 裴大哥肯定會跟你離婚的 裴大哥 你也不要太生氣 我相信 徐之星不是故意的 如果他跟我道歉的話 我可以原諒他 你 你 徐之一啊 你 你瘋了 你怎麼又打江戶士呢 對 我是瘋了 我不僅瘋了 我還堆綠茶過敏 我真是過敏啊 我就手癢 就像現在這樣 對 徐之一 徐之一 你有病嗎 你為什麼要打我 你這麼一直想 我確實是有病 我有遭遇症 你一吵吵 我就忍不住想打你 陪隊啊 你趕緊管管你媳婦兒吧 她都要把江戶士給打死了 徐之一 你幹什麼 別說話 為了保護你這張帥臉 我勤你最好 不要惹了 你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 你要再說話 我怕我公信 連你就做 你 你什麼你 各安天命似霍福 不做聖母 我想 你人說話 男人閉嘴 今天我徐之一 把話就撂著 那江戶 再敢招惹我一次 我就敢揍 我徐之一 什麼都能吃 就是不吃虧 那徐之一 今天怎麼跟別的一個人一樣 怎麼這麼厲害 哎呀 哎呀 裴隊長 這又你快看看 星星和點點 這是咋了 這是 星星 點點 你快醒醒啊 裴大哥 剛才心靈的點點 不要合理了 我們趕緊把孩子們送醫院 不然錯過了最佳急救時間 不行 把它放下 臉色撒青 呼吸微弱 這是深度溺水的症狀 必須馬上採取心肺急救法 裴運聰 你現在馬上 雙手按在她的胸膛上 使勁 用力擠壓 把她胸腔內的積水 用力擠壓出來 快啊 裴之一 你幹什麼呀 你又不懂藝術 這是下指揮什麼呀 裴大哥 別聽她胡說 我才是護士 我們趕緊把孩子們送醫院 果然來不及了 裴大哥 你不會真的相信 許智一會藝術吧 他平時他就不喜歡孩子嗎 你連他怎麼可能救他們 別讓她 別被她騙了 就是啊裴隊 相信你 真是這種 蛇心心腸的女人 她哪有好心救人呢 你這種人當過孩子的症狀 好 許智一 許智一 我不管你有多討厭我 不是你胡鬧的時候 閉嘴 我今天要是救不了他們 我把命派給你 你賠 你拿什麼賠 許智一 你平時看不慣 今天明天都算了 今天他們都關死了 你還想派他們 我都還不信死了 你 你太宰毒了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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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真給救活了 你沒事吧 歡迎你別碰我 你讓開 星星 天天 你們沒事吧 江姨我們沒事 謝謝你救了我們 沒想到許智一這麼好人救醒了 救醒了有什麼用啊 一個孩子都不給他親 平時做到多端 現在也都抱怨了吧 許智一 今天是你運氣好 剛才要是出了一點差錯 你害死了 星星點點 你就是下人犯 江麟 我警告 你要是再管车 我見你一次 揍你一次 許智一 你怎麼害江富士說話呢 雖然你救了星星個點點 那誰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推他們呢 說不定你弄這一出 又是故意想害死他們 行 今天這事 就當作是我多管閒事 以後你們就算是死在我面前 你別求我來救你 嘿 許智一 你中誰死呢 你這個蛇蟹心腸的毒素 你不但好死 裴大哥 許智一太過分了 就算他不喜歡我 他也不能罵劉大媽呀 夠了江五師 今天的事情我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你們不是招惹之意 他也不會打你們 我要送孩子們去醫院 先失陪了 裴大哥 快裴大哥 該死的虛之意 都這麼裴大哥還幫你說話 我不會讓你好過的 小姐這麼艱苦 這日子怎麼過呀 算了 既來之則安之 我堂堂醫學女博士 還能在這個年代 活不下去啊 忍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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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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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鹏 抱歉啊我出去当天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你就穿成这样啊 自然呢 你喜欢啊 那我让你 看个够 许之夜你 哎呀 我知道我长得好看 你不用不好意思 醒醒点点还在医院 我回来给他们拿几身换洗衣服 哦 那你去吧 看不出来啊 黑燕舟这么纯情 不会是个畜吧 许之夜 孩子们的衣服呢 坏了 圆主这毒妇 卖孩子的时候 把孩子衣服都给扔了 我现在上哪去找衣服啊 我一个月给你二十块钱 你别说连给孩子一件衣服都没买 买了买了 可不能让陪燕舟发现 这个包是远主收拾出来 准备办行 怎么办 孩子们衣服在这呢 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 等孩子们高安水 去医院接他们的时候 顺便把医药费借钱 陪燕舟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块钱 给我二十块钱 这种上交工资的好男人 去哪 那我去做饭 还会做饭 这种稀有在世果 圆主都看不上 也肯定是瞎了吗 既然我已经穿过来了 那肯定要和平燕舟打好关系 但是要让他知道 我把孩子卖了 那我肯定得死 啊 该怎么才能让他知道之前 和孩子搞好关系 不许告发了 猪大肠 有了 哎大哥 你那个猪大肠还要不要 居士庆啊猪大肠连狗都不吃 当然是扔掉了 那你给我吧 你给我吧 这么好的东西都没人要 给我捡了个漏 两个孩子好久没吃肉 我做的卤肥茶 大股感动 家里好像更穿了 吃不上饭又是咋的了 谁会 竟然为了帮我走 我可焖猪板 吃 我还要进去吗 你进去了 我会这样 走走 你也会来 睡吧擦擦 对不起哥哥 小哥 男的舌头不听话 老是在流汗 哎呀 擦走多了 吃不完 明天再说吧 累了 回房睡觉 哥哥 他就睡觉了 走 我们进去 哥哥 这不是爸爸 肉肉 弟弟 别动 就算我们饿 也不能吃太多东西 我就不信 一晚上过去了 我还不看 哥哥好鲜呀 他在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哥哥 弟弟的肚子在唱歌 是不是肚子饿了 弟弟我们不要吻 吻不到就不饿了 啊 好好 行了 刚才正过来吃饭 啊 公公 他吃了白面条耶 还有 Columbus 还没骂我们 也没打我们 还让我们吃饭 他肯定是想堵死我们 我要是想毒死你们 还用得着下面条 怎么样能吃了吧 哥哥他吃了没毒 我们快吃 丁丁 不准吃 不准吃 他不是我娘 他要卖了我们 我什么时候说要卖你们了 我亲爱听见你要把我们喂饱后 卖给人饭吃当猪仔 换女人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姜姜 姜姜 你们还没吃饭吧 谢谢姜爷 许知义 你是猪吗 女儿吃三碗面 你看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吃三碗面了 我就算吃三碗面又怎么着你了 面是你家的吗 你家卖拐子的 面我坐坐了 再加你 惊心啊 点点 姜姨啊给你们带了咸菜和粥 你们看 谢谢姜姨 嗯坐吧 哎你先喝 但是哥哥 我想要吃白面甜 小孩子要少吃 来我们喝招 来姜姨喂你 真乖 星星 点点 江姨啊 虽然不是你们的妈妈 但是将人会对你们好的 不像有些人 站直毛根不拉屎 我是成了一個助手 詹姨姨啊 你不能因為自己是個區 就覺得整個世界都是個風格 雪真呀 你說什麼呢 又不是你再說一遍 跑到我家來要揚威 可真是顯著你了 我真想在你身上裝個GPS 讓你看看自己 定位你在雞屁股你才愛死 你嚇我 你嚇我了 你 雪真一 你太過分了 我姐夫可是醫院的院長 你招惹了我 就是得罪了我姐 你得罪了我姐就是得罪了我姐夫 哦 還能這樣算的 那我是裴恩舟的媳婦 我們倆是一對 你喜歡裴恩舟就是喜歡我 你想嫁個裴恩舟 你想嫁給我了 雪真一 不要臉 哎我自己有臉 我要你臉幹嗎 你以為舍得像你一樣 左邊臉 推到右邊臉 一邊不要臉 一邊二屁臉 二屁臉 二屁 哥哥你聽 姨姨的喉嚨會跳舞 天天不用胡說 對不起姜姨 天天不是故意的 哎 你跟你們江一到龍線呀 你們江一很會生氣嗎 對吧江一 許真一 你給我等著 等著就等著 都是第一次做人 他怎麼讓人你啊 陳青山我們聊聊吧 我給你這種歡迎的人 沒什麼好的呢 點點我們走 哎 聽我說句話會死 許之星許之星 雷隊長因為就你十九零三上摔下來吧 你快跟我去看看嗎 啊啊你快點走吧 裴遠仲 許之星怎麼現在才來 雷隊長快不行了 怕不得裴這次好改詐呢 裴隊長真可憐 太長這樣媳婦 不可能裴遠仲不會死的 許之義你幹什麼 別以為你上次憑義氣治好了星星點點 現在就能對著裴大哥呼來 憑義氣 那不然呢 你還有實力不成 周主任是先生最好的一位生 要不是今天我請他來裴大哥就真的被你治死了 周主任請你今天務必要治好裴大哥 好 放心吧 你懂治病 廢話 周主任不懂治病 難不成 讓你來害死裴大哥 裴遠仲的情況 涉及到了爐內出血 你打算怎麼治療 要怎麼處理是我的事情 用不著你來走行 不過既然你問了 我可以告訴你 今天我從現場你帶來了最先進的治療藥 不行 這種藥對他沒用 只會讓爐內淤血增多 徐之義你懂個屁呀你 你一個不懂醫術的人 少在這兒胡說八道 周主任 裴大哥就拜託你了 滾開 我沒時間跟你廢話 爐內出血這種病 這個時代的醫學水平根本就不良 只能做開爐手 徐之義 你知不知道你在胡說什麼 還開爐 你以為你是畫圖啊 周主任 別跟這種鄉下人一般見識 周主任 麻煩你了 快救人吧 不行 不能用藥 就我害死他 徐之義你住嘴吧 我看想害死陪隊的人是你 裴大哥平時帶你不薄 你三分五次的鬧 他每個月錢都給你了 你花的是一分不剩啊 家裡兩個孩子 你是一個的不照顧 還有變質罰的虐待他們 好 之前的事就不說了 現在裴大哥因公受傷 你反而想害死他 徐之義 你真不是個東西 閉嘴 閉嘴 別逼我抽你 滾開 周主任 你相信普通的職訓要只會害死他 徐之義 你憑什麼讓我相信 我是學醫的 而據我所知 你只是初中畢業 抱歉 我不能相信你 徐之義 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來人啊 把徐之義給我壓住 不要妨礙周主任的治病 放開我 你們會害死他的 放開 把他給我壓住 周主任 裴大哥就拜託你了 好 不行 徐之義 今天有我在 你休想害裴大哥 你會害死他的 害死他的人 是你 今天 我要讓你看看 你和我之間的差距 把他給我帶下去 不行 你能聽 周主任 快開始吧 好 不行 不可以 閉嘴 徐之義 我要是治好了裴大哥 第一件事 就是讓他跟你離婚 不愧是我們現場最好的醫生 這不快就要到病床了 閹嘴 他出現 這病 這病 這病好事 什麼 不可能 周主任 你是不是搞錯了 你可是整個現場最好的醫生啊 有些心悍 無力回天啊 徐之義說得對 普通的治血藥 只會讓閹嘴的病情更加嚴重 徐之義 你真的會醫術嗎 他是我男人 難道我會害他 可是 顱內手術 是當天世界上都沒有解決的難題 而且我們的條件 達不到標準的 對別人來說 達不到標準 不能經濟手術 對我來說 可以降低標準 讓開 不行 徐之義 你還真以為你是什麼玩意兒啊 周主任都說了 顱內手術 是全世界都沒有功課的難題 你能治好裴大哥 我再說一次 滚開 我不 我不會讓裴大哥的最後一程 也被你耽誤 行啊 徐之義 啊 那醫生都說了 治不了了 你就別瞎掙祸了 也別耽誤 那裴隊長 揉我們的路 今天有我們 別想動裴隊長一步 先放大路 爹帶正直了吧 裴隊長對你沒有愛情 也有恩情啊 你這麼對他 不怕當天譴嗎 一個下鄉改造的女知青 懂什麼治病驚人 別把人治死了 肩膚嚴肚 私奔吧 再說最後一次 讓開 否則 否則 否則什麼 你去話說天主我可以滿足你 你要是治不好裴大哥 怎麼辦 你想怎麼辦 現在裴大哥還可以安心走 我真被你開爐了還沒治好 你就是堅固罪人 那你想怎麼樣 許之一 你不就是想陪大哥死之後 你拿著這張單子重新去參加高考 你若是治不好 你就別想回去 我若是治好了 治好 你以為你是誰呀 你是神仙還是救世主 周主人都束手無策的病 你能治好 我現在不想在這跟你耽誤一分一秒 若是我治好了 我要你跪在地上 為當我治病救人磕頭道歉 好啊 如果你真治好了 我給你磕頭 我給你道歉 可是 那也得用那個本事 你敢嗎 我看 林彥宸 如果是放在現代 我有百分之一萬的把握能救你 但這個明白 我只有聽名視訊 沒什麼 北燕州 我才穿越過來 就遇到這種事 你最好給我醒過來 徐志祺你給我開門啊 怎麼會 llama 啊 徐之一你果然沒救裴大哥 你出去不要在這影響 徐之一 你都把裴大哥害死了還休息什麼 來人徐之一蓄意殺人 把他給我抓起來 說了我在救人徐之一 你都把裴大哥害死了你還想抵賴 這張高考報名單你也就別想要 這種女人就應該被禁豬籠放開 徐之一你今天惡意殺夫 就算被禁豬籠都是金的 把他給我壓住了放開放開 就是什麼 大哥你你沒事 你還想我有事是吧 白大哥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是不知道剛才太危險了 徐之一那個賤人想要害死你 我真是婚禮了 誰在害我時代救我我心比你清楚 徐之一 這次是你運行好 什麼手術 什麼開魔 你個鄉下餵豬的 會這些 這一把整是打你有點不諸 我好心就裴彥周 你卻千方反擊的阻止我救人 今天要不是我在這也就是殺人犯 這一把打你目無尊卑 我才是裴彥周明媒證取的 也算老氣別趕在我邊那邊 最後你應該慶幸 我今天剛做完手術比較累 沒工夫弄死不然你的下場 會比你豬很慘 徐之一 你別給我等著 想不到你一個小姑娘 醫術還這麼厲害 學過很多年了 家裡教過一點 周主任麻煩你給裴彥周安排最好的病房 他需要休息 沒問題 你不說我也不會安排的 執一啊 你要不要來我們醫院上班啊 我可以已經安排一個主持醫師的位置 徐之一出鏡了風頭 要是留在軍區醫院了 那裴大哥還怎麼跟他離婚啊 不行 不能讓他得逞 行行 那聽我說徐之一啊 在城裡找了個相好 他想害死你爹沒成光 現在又想跟別的男人去私奔 還是你爸賺的錢 去養別的野男人 湘姨 你說的是真的嗎 那當然了 我親眼看見 他跟那個男人拉拉扯扯的 這個幻影人 他果然沒安好心 我要去告訴爹 等等 你回來 你現在沒有證據 去告訴你爹 他肯定不會相信的 那怎麼辦 我知道 徐之一三天後 要跟那個野男人去私奔 到時候 你帶著你妹妹 帶著你爹 一起去看 捉賊拿髒 當眾揭穿徐之一的真面目 你誰啊 徐之一 真的是你 你誰啊 我 陸上秋 你追著我了 徐之一 你回去以後 讓裴彦舟把你的工作調到城裡 這樣 我們就能天天見面了 嗯 上秋哥哥 我現在就去 你一定要等我 這三天 我一直在室里等你 但是你一直沒來 我是真的很想你 徐之一 你打我 我不跟你說了嗎 我已經結婚了 不要再來找我了 拿著你的東西 趕緊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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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是 徐之一 你什麼意思呀 你難道真的要跟裴彦舟那個香巴佬過一輩子 你忘了 你婚前怎麼告訴我的 一定對我守神如玉 找到機會 就到室里跟我去私奔 這事 你不會都忘了吧 你胡說八道什麼呢你 徐之一 你果然在偷人 徐之一 會裴大哥平常對你那麼好 你偷人都偷到家裡來了 有没有人 你胡說八道什麼呢 裴彦舟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這樣 你聽我解釋 執一 原來有什麼好解釋的 既然都被發現了 我們不如跟他說清楚 裴彦舟 你這種香巴了 根本就配不上 這個執一給我寫的情緒 我才是他一生的治安 裴彦舟 這不是我寫的 哎 徐之一 那白紙黑字寫的清清楚楚 你還想起來 裴大哥 徐之一啊 不僅瞞著你偷人 還想把星星淋淋給賣了 上次 星星淋淋跳何自殺 就是因為這件事 你說什麼 裴大哥 我說的都是真的 不信 你可以問星星淋點點 他們聽耳聽到的 爹 竟然說的是真的 我昨天聽耳聽到 這個壞女人 要把妹妹賣進大山 當同樣媳 要把我賣進黑工廠 給人打黑工 不是的裴彦舟 你聽我解釋 徐之一 你打人刁賣任性 這些我都可以 但是沒想到你裝無辜 博同情 甚至賣孩子 還跟人死通 叔 你到底麻了我多少事 我沒有 人中物中俱災 你讓我怎麼相信你 徐之一 我們離婚吧 徐之一 你聽我解釋 徐之一 裴大哥要跟你離婚 你完蛋了 離婚就離婚 還想著跟你過好日子 現在看 咋點拆夥算了 救援主這個民事 誰都救不了 聽說要高考了 只要成績好 能力相當 都可以參加考試 哪有那麼容易啊 還得有推薦印太行 哎 你們在討論什麼呢 徐之清啊 我們在討論恢復高考的事 對呀 今年是1977年 我記得恢復高考 就是下半年的事情 那 報名高考 要什麼條件 你想參加高考啊 你直接讓裴大隊長 給你開個推薦信就行 開始咱勞動大隊大隊長 謝謝 這個年代的大學生 含金量還是很高的 要是能考上大學 前途一片光明 哪還需要受現在這種委屈 喂 徐之一也來了 周主任 上次你說 讓我到醫院工作的事情 來 怎麼你想通了 想來當醫生了 我想去考大學 考大學呀 哈哈 那你直接找燕州就行了呀 來坐喝水 才不會把命都給我 周主任啊 你也不要怪燕州 不信任你 他以前過得不好 小時候沒有親人 長大後 好不容易才成了家 沒有親人 他不是有父母的嗎 燕州小時候 一直不被父母待見 父母認為他是個客星 他還被人到山裡面 險些被狼給吃掉 也就是他命大 才活了下來 後來呢 他就當了兵 受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傷 這才有今天這個位置 想不到 他燕州身世這麼奇才 算了 畢竟是原主之前做的措施 還是回去給他道歉吧 裴大哥 只是我給你包的餃子 你吃一點飯 這樣身體才好得更快 不是不講不是 拿走 喝不成 裴大哥 你不會真的相信徐智英會變好嗎 他之前是那樣一個人 怎麼可能說變好不變好 而且 我聽說他想考大學 他現在也對你好 肯定是為了讓你幫他弄一張 考大學的推薦表 謝謝你師傅 你跟我說 那好吧裴大哥 那我就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那找自 該死的徐智英 我不會放過你的 你們認識 徐智英 他不是你以前的對象嗎 我怎麼可能認識他 告訴你 你別得意 早晚有一天 我會讓裴大哥看到你的真面目的 你給我等著瞧 你來幹什麼 我是來跟你道歉的 之前的事情 是我做的不對 我給你道歉行不行 你道什麼歉呀 你說做什麼 我不應該賣孩子 不應該和人私託 這次我 你也知道 哎呀你就別問那麼多了 你就當做以前的我 不是我 嗯 你就原諒我這次行不行 你真的知道我 嗯 啊 這是我 親手為你翻了腳 你不是最喜歡吃的嗎 來你吃一點 拿走 我不吃 爹吃不吃 爹爹總總不聽話 咱們爹爹 這是肚子餓了 來 給娘親問你吃 爹不吃爹爹也不吃 那爹爹吃好不好 你怎麼樣好不好吃 那你真是原諒我了 如果讓我發現 你在做了什麼傷害的事情 我絕對不會原諒你 你放心 絕對不會 你們倆先吃著 我去給你打水 哎許之一 打水是在右邊 哦哦 許之一 你到底是誰 許之一 佩大哥竟然還願意相信你 你這麼等著 晶晶啊 晶晶啊 不好了 晶晶啊 不好了 怎麼了江姨 我剛才看到 徐之一又在打你妹妹 你快回去看看吧 江姨 你說的真的嗎 這幾天他對我妹妹很好啊 我說的當然是真的 你不信 你不信 你現在回去看看 他正在打你妹妹呢 哎 可惜 姊姊乖 你要幫姊姊撒屁屁了啊 對不起你啊 姊姊不是哭姊哭哭的 沒關係 擦擦就好了啊 這可玩意嗎 這可玩意嗎 哎呀 爬上這麼重 一定會跟爹更壯的 到底怎麼摔的啊 啊 哥哥你捏疼我了 對不起妹妹 他一定知道是我做的了 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我不需要你這個壞女人幫我說好話 是我故意發骰把嚇你的 裴行辰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死了咱們呀才叫你大大 我沒有 徐志義不是這樣的人 你們是不是很誤會 也有的話 我居然跟你 都把妹妹抱起來打在屁股 你們就是基本妹妹人講 不會承諾 我不要你們了 小燕 你這是要這帶著點點去哪啊 江熠 你能借我點錢嗎 我要帶點點走 趕快以後一定還你 这两个拖油瓶要走 也好 省得我嫁给裴大哥以后 当后班 江义也没有钱 不过江义知道 一个赚钱的好办法 是什么 你过来 咱告诉我 怎么样 找到了吗 没有 那 那他们会去哪呢 你别急 我去警局看看 你在家等我 老段 老段 不好了 你明天心点点出事了 咱们扑洞 你都抓了个金光厂吗 快跟我去吧 快带我走 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偷鸡摸狗 长大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 谁让你来偷我份的 你要是不说 我就把你送到警察局 让你蹲大牢 吃一辈子的老改饭 小小 你不要带你 你带我 小小 我去听大牢 你带我妹妹走 放你走 今天你们要是不赔我钱 一个都没想走 你让他赔也没用 他亲爹死了 亲娘跑了 现在的爹 可忙 现在的妈特别的坏 他可不会原来俗他 原来是没人养的狗 看我今天不砸死你 谁说他们没娘 看我今天不砸死你 谁说他们没娘 你就是他们的娘 当娘那不是个好东西 怪不得交出两个偷分的贼 你敢打我 你嘴太臭了 我替你杀杀毒 你一个大男人欺负两个孩子 你还要脸吗 许之夜 你哼什么哼 你别以为老子怕了你 你儿子偷了我的份 你今天还敢打我 你信不信我把你告到军区 让你男人丢了工作 不要 不要再进去 我家人不解决 再打你就晚了 求你了 不要让我这没人多做 小洞板子 我打死 坐手 他们偷了你坐 我来赔 行 那咱们今天就算算账 你儿子一共偷了我三条 你要赔我十块钱 十块钱 马大哥 你咋不去抢呢 你这一尺子粪 估计也值不了十块钱 闭嘴 老子说有就有 好 我赔 不过在此之前 我要跟着 算算总账 你跟我算什么账 第一 上面规定 堆肥 必须远离生活区一百云 你没有做到 第二 欧肥过程中 必须远离明火 你最后在这儿建了个厨房 不符合规定 最后 你自己偷的份 还想让我给你们的 你怎么会知道 马大哥 该我们负的责任 我们绝对不会推托 但不该我们负的责任 我们也不会认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事情 要交给警察来说 行 我陪你去公安局 看看 今天谁蹲你去走 走 许志青 许志青 行行点点都是我看着长大的 既然这件事是个误会 咱们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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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我们赔的钱 我也不会不赔 拿着 但是 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会教 用不着别人 多嘴 行行点点 我们走 裴大哥 你相信我 昨天星辰去偷东西 真的是因为许志一 江胡子 捕风捉影的事情 不要胡说 我没有胡说 那家属人们都知道 许志一对孩子们不好 要不是他打孩子们 行行点点 也不会去偷东西 我相信志一会改好的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裴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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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那么相信许志一 不行 我一定要拆散他们 爹 对不起 你打我吧 星辰 你该对不起的人 不是我 我不打你 我罚你去做一个男人 应该做的事情 以后 家里毛色的卫生 都归你了 现在 去把毛色掏了 好像又把他爆炸了 好像是有点臭 走 娘带你出去 娘娘听说了吗 陪队找家的老大呀 偷东西 被单场地抓 偷啥东西 不知道 估计是很贵重的东西 你说说啊 哎呀 这俗话说呀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这小小年纪都偷东西 那长大了还得了啊 啊 哎 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可以上点心 别到时候家里被偷了 那可是投诉无门 哎呀 这又死了 谁呀这是 看你们聊得挺嗨 跟你们造点分 哎呀 徐志义 你哼什么哼啊 啊 你交出来个小偷 还不让人说呀 比较不较理 证据呢 你把证据拿出来 砸我脸上 要是你有证据 我跟你从大院 磕道军区 三步一跪 五步一跤 哎呀 我也是听那个 卫生所的江护士 这样说的呀 你又是等我 姐姐 在家等妈妈 妈妈要出去打人 妈妈加油 哎呀哎呀 怎么把江护士 给说出来 那我也是脑子 你这就这么说了 哎呀江护士 你这身衣服真漂亮 得不少钱吧 没多少钱 哎 江宇 对 爱 放手我在这工作 就你 也别来眉上索工作 卫生所你家开的呀 你都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 卡开 老狗不能到 你 楊秀 智希 你给我等下 姜医生 姜医生 你疾病了 刘大妈 妞妹这是怎么了 他扯了一个早就成这样了 你看看你赶紧死了 不行啊 我也吃不好啊 那那我们家妞妞岂不是要死了 刘大妈你别着急 虽然我治不好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能治好 是什么呀徐之一啊 是他 哎呀 他就上了个初衷 他能救命啊 刘大妈 你不知道 徐之一 现在可是我们医生所的医生 可牛了 哦对了 他刚下班 你现在赶紧去追他 还能赶得上 呦 好好好 那我现在就去啊 他要是救不过来我们家妞妞 我就要他好看 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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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刘大妈的儿子 可是经虚的 你要赤死了 妞妞 这次看你还怎么翻身 哎 徐之金你干什么 为什么要打江护士 江颖 我警告你 裴星辰是我的儿子 以后你要是再从容他做坏事 把我们打死你 徐之金 你不要太过分 徐之银 听说今天你又把江护士打了 他得见 活该 你好歹说了点点脾气啊 被那么多人看到了 他的面子跟哪儿搁啊 哎 他的面子就是面子 你儿子面子不是面子 他要再说心心一句坏话 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看我干嘛 吃饭 我饭呢 自己有什么回事 这男人也太傻了吧 你干什么呢 啊 没什么 听说老恢复高考 是这女孩 嗯 那个我能去参加高考吗 你我记得你才出入门 怎么参加高考啊 我可以自学吗 我一定可以考上的 别胡闹了 就算今年冬天恢复高考 你现在只有半年的时间 你哪有时间复习啊 这不是还有半年的时间吗 要不这样 我先做题 你就看着 要是你觉得我行呢 你就推荐我去考大学 要是觉得我不行 这话就到我没说过 你是认真的 好吧 你懂一了 前提 你得努力先工作 努力看书多做题 知道吗 你放心 明天我就去卫生所报道 保证不定你丢一归 吃饭 那你来干什么 你怎么做我们走的衣服啊 哎呀 徐志亦 徐志亭 你快把呃 豆大妈的你女女放下 你哪是救人的 你真的在杀人呢 住开了 勒死了 徐志亦 你你你放开娘娘 我这儿孩子 要是一个三长两短 我就把你够到周美去 我让我儿子枪毙你 你放开他 徐志亦 哎呦 哎呦 妞妞 疼不疼啊 这么小个孩子 你给他喂这么大个烤骨 你想害死他呀你 我就是给他补补身体呀 谁知道都被卡住了 你不知道东西就不要乱喂 孩子还这么小 投管系 很容易被义务卡住 要真出了事 你们后悔都来一起 徐志亦 那刘台发生你都这么难过 你怎么还责过 再说 那那不是你都没事的吗 你这一家 我答你想问 这可是一条人命 快了 现在是工作时间 你在这干嘛 你到底是过来帮忙的 还是过来开热闹的 我 我只是路过路过 我记得卫生院在桥东 我家在桥南 你这路过的 太绕了 黑大哥 我真的只是路过 你看我还给你带了饺子 你去那吃 不请自来飞奸即盗 你要是想抢我男人 你直说呀 江姨娘 我警告你 以后有事没事少来我家晃 我都我见你打你死 你别弄了直天 江湖是呀 贝大哥 你不用说了 我自己走 今天 是我自己去欺负 回来来 把你这破绳子拿走 直约 嗯 啊 啊 起来 娘说点点脏脏 不可以进来 那以前的娘 会给你吃香喷喷的肉吗 那 以前的娘 会给你做饭 薯面条吗 那既然 现在的娘 和以前的娘不一样了 以前的娘 随便打骂你 现在的娘 不会了 你真的变好了吗 你可以考验了呀 考验是什么 考验就是 如果你觉得我变好了 但我又无缘无故的打骂你 那就证明 我没有通过考验 你就再也不要和我玩了 好不好 好吧 来 我跟你说头 你说我是小当鬼 不可以用你的叔叔 我要是改了 你就打死我了 不是说了吗 两遍了 就好了 不会再打骂你 也不会再嫌弃你了 娘的东西 你随便用 咱咱喊 喊 喊 哎呀 喊 冠军 你要对我说你做什么 你也要做什么呢 等了点点点好 我去吃饭了 难道不够欢迎吃饭好吗 来 慢点 高高 你怎么不吃啊 我不饿 吃饱了吗 啊 反正我做多了 有的人 爱吃不吃 走 我们回来吃饭 走 你 我看今晚月色正好 我是不是还没同房呢 你说什么 我看今晚月色正好 不如 是吗 是吗 啊那个 我想起来这里还有事 我先去一下吧 嗯那个 对在这边 嗯 该不会 真的是个书呢 我捡到宝拉 哎 忙着呢 哎 燕州 来了 来 坐 上面凋令下来了 你不要被家里这些事所影响 回去好好养伤 来年啊 跟芝蜜生个大胖小子 我准备让他去考大学了 什么 你让他去考大学了 你糊涂啊 他要是真的上了大学 他还能回来吗 那城里是什么地方 但凡换个人 都不会回到咱们这个山沟里来 更加不会看上咱们山沟里的人呐 你想清楚了吗 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他本来就是城里的姑娘子 不应该在山沟里吃苦 你 哎 你就是个聚嘴葫芦 一杆子打不出个屁来 你有话就直说嘛 何必要憋在心里呢 你为他做了那么多事 付出了那么多 牺牲了那么多 他要是知道跟你结婚的原因 他一定会对你更加上心的 好了 我的周大主任 我们不说这个了 对吧 我教人 帮我找了一批书 你帮我交给志愿 如果他问起来 你就说 你知道他要考大学的事 你帮他找他说吧 倔驴 我看到时候人跑了 你上哪儿哭去 想不到周主任对我这么好 居然给了我这么多洗地测 我一定要好好复习 争取冬天恢复高考的时候 拿一个好名字 娘 什么是高考 高考就是 能让你实现自己的理想 那娘的理想是什么呀 娘的理想就是 丁丁好好吃饭 长高高 徐志愿 你就这么笃定 冬天一定会很高 啊那个 听村里人说的嘛 啊行不说了 我把习天村收起来 给你们做饭 小丁丁 你的头发扎得真好看啊 谁给你输的 妈妈给我扎的 啊 许志愿你的你的手真巧 教教我们呗 教教我们呗 我也想学 这个简单 回头我教你们 好的 我洗完了就先回去了啊 好的 再见 许志愿最近没有扎东西 也叫我们出头发 是不是学好了呀 你这么一说我不想起来了 早上还送我个小丫蛋 可好吃了 你看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嘛 这一两个闲鸭蛋就被收买了 像徐志愿这种人 能改邪归正 我到底吃什么 那也没办法呀 徐志愿多聪明 还在陪大哥 都被他玩得团团转 你看看 妖艳的家伙 这每天打完这么好看 给谁看 知道吧 我知道 徐志愿在城里有个相好 我这样 徐志愿不好了 徐志愿不好了 你怎么回事 哎呀 那那个裴队长 他受伤了 留了好多嫌疑 赶紧你去看看 快走 快到我去那边 快走 这边这边这边 不不 你不是进城了吗 怎么还受伤啊 好 我们出去看看 你 留他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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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 你 这也是我 啊 怎么又是你啊 这么阴魂不散呢 你要干什么 你 放开我 你放开 志愿 兰州那你不来的有什么好 老头好 老头事儿少 老头还有地宝 我喜欢谁关你屁事啊 我警告你啊 你赶紧把我放开 等会陪兰州来了 有你好看 你我不上你当 放开 我找死吗 志愿 就跟我走吧 我会对你好的 不是什么穿漂亮衣补吗 我到这里 我天天给你买漂亮衣补 你喜欢吃好吃的 我天天你下碗子啊 好好好 你把我先松开 我们有事 我后来 我信你 我信你个鬼 嗯 你干 哇 你给我吃了什么 你欲嫌欲死的东西 志愿 就跟我吧 放心 这些 药什么都给你买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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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老师带着吧 走 这件事啊 你回去跟志愿好好商量上 不要留志愿一个人 哈 裴大哥 裴大哥不好了裴大哥 啊 那个徐志愿和那个陆尚丘 在村子后面搞起来了 大家都去看热闹了 你还是快去看看吧 徐志愿快出手 在这样下去可以出人命的 徐志愿你快出手啊 徐志愿 不让你伤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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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伤害你伤害我 我的眼中你怎么灿了呀 你欺负我 走回家 裴大哥 裴大哥 你不能这么抱着他 你的伤口会裂开的 让开 江湖晨 你不是说 这这这这人 是许志愿的相好吗 他怎么 一圈都给打趴下了 这个没有我胡上丘 连个女人都搞不定 白白浪迈自己 你先休息一下 这叫医生 他 连着 我好热门 我中药 看 感觉怎么样了 要不要去医院 陪燕照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说我热 因为我洗冷水澡 你就不怕我感冒吧 情况紧急嘛 对了 你突然间去送后面干什么 有大妈说你受伤了 我怕你出事 但现在想来 是她骗我的 这件事情啊 我调查一下的 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啊 心心点点呢 他们没跟你在一起啊 没有啊 好了 他们肯定是出事了 哎呀 这这这这咋办呢 这小鬼得晕过去了啊 啊 啊 这要是被陪队知道了 咱俩个就完蛋了 你你你快快快想想办法呀 这 得给他俩抬出去 不能让人知道是我们干的 啊 那行 就这样子 你就这样哭 有点啦 不让我管 就怪你没有亲家亲妈 等 哥哥 姐姐 快去找我亲 走 好 啊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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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走到了 姐姐在这里 走 走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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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医院 去医院快 走 你去找他 你去医院啊 肯定是江营的搞错 要去打算账 你现在没有证据 找到他有无决于事 那怎么办 现在点点 风雨不醒 随时有成为植物人 新城又高手 难道要让凶手 消耀法外吗 我去找他们去 用不着 他们伤害我的孩子 他们偿命 他们伤害我的孩子 偿命 总是你别冲动 我们一起做局 隐生如同 陈队长 今天的事我听说了 就是个误会 希望许智青 不要怪你嫂子 误会 这是误会吗 今天这个事 但凡出一点意外 谁来不走 陈队长 这我也不知道 这许智一 跟那个卢尚丘 他俩关系不好啊 我也不知道 那他他他会下药啊 我是无聊 你不过 你要是不知道 陈上丘认识我 你会故意把我 叫到你们家去 你不就是 想让我和他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被全罪人都看到吗 现在一句不知道 就想当什么都没发生了 许智青啊 你嫂子真不是这个意思 她不知道 你跟陈上丘认识 也没想到 她能做出 伤害你的事情 所以呢 她的目的是 是非要见到 我跟别人有奸情才甘心 还是想要故意找人害我 她自己心里最清楚 队长 我们今天真是 诚心实意的来道歉的呀 你嫂子呀 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她真的没什么坏心思 这是谁的主意啊 是 是那个江护士说的 她说 这 许智英 她一直在骗你 她伪装的这么好 那就是想考个好大学 她还说 她跟你感情不好 那压根就没想 跟你好好过日子嘛 所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 就是 想让她 在你面前 搂着面 误会 都是误会 你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 许智英 滚出去 许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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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们东西拿来一点 我不需要你道歉 你这是干啥呢 许智英 你也给我出去 我老娘不干 对不起啊 沛队长 没事 你说真的 徐智英 把佩大哥赶出来了 哎呀 你今年所见 那臭的根基脸 哎呀 太好了 试一下 李大哥 肯定会跟他离婚的 现在你知道了吧 都是你的江户师干的好事 什么我的江户师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啊 什么关系都没有啊 那之前还那么偏袒他 不分清红皱白的就要我道歉 现在你清楚了吧 根本不是我跟你惹事 是他先惹我的 原因就是 江莹她喜欢你 真意 不能这么说 这么说 对一个女生名声不太好 她的名声就是名声 我的就不设是吧 陈彦舟 你考虑过我没有 要不是我机智 片路上就解开了手上的绳子 那就会有一堆人来围观 我没有穿衣服的样子 这样的后马 你想过 芝月 对不起 你别哭了 放心 我肯定不让他给你道歉 我才不需要他的道歉 这么一而再再而三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 杰晨奕 徐志强 你就原谅我吧 我真的没想过要伤害你 你哭什么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怎么样了 你别忘了 是你差点害死我 徐志强 我真的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我承认 我之前是嫉妒你嫁给佩大哥 但是这次 真的是误会啊 我真的没有想伤害你 我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帮我跟佩大哥说一说 不要让他举报我 不会是去工作的 他举报你 他怎么修啊 你怎么没见过 我听说你你把将银给举报了 没想到你凭说老好人一货 关键是货 可是一点情面也不留 别胡说 是他只能心思不在工作上 这种工作态度 就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 这种人就不应该留在医院 行啊 不会是老娘看上男人 你轻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欣欣和点点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是他 等星点点醒再说吧 这个时代的医疗器械 还真磨双 你低过什么呢 啊没什么 我买了菜 给你去包饺子 随便坐着就行 不用那么麻烦 好 主任 找我 我这有封信 你帮我叫个燕州吧 好嘞 燕州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我刚看完信之后 你一直一句话都没有说 这种事了吗 没事 更有什么事情 好 你都已经辛苦了 来 吃个鸡腿 是你辛苦了 你最近学习总是熬夜 好了好了 这不是有两个鸡腿吗 我一个 你一个 这样走行了吧 好 我先走 你 你 我现在要走 你 我先走 你 我先走 我先走 哎呀完了完了 这要是让许致力救醒星星和点点 我们就完蛋了 你别急 我知道有一个人能帮我们 谁 陪燕州的亲妈 李大花 这陪队长的亲妈 能帮助我们 干啥去了 没工作 不在家好好待着 打扮这么花之招展 招不给你别呢 你给我放下 你敢动弄我试试 这丑人虎再打死你 跟你离婚 燕州你可回来了 你快管管你媳妇吧 走来了半天了不给我做饭 你说他两句了太想打我 哎你还买了鸡 就是我儿子最孝顺 知道妈来了 快给我买鸡 这鸡是我给芝衣买的 她最近学习很辛苦 多补补身体 谢谢老师 想吃啊 那你买去 你 鸡什么你 快管管你媳妇吧 行了 现在正是农忙的事 你来干什么 你结婚以后 也不忘家里寄钱 那么一大家子人 切齿少穿的 好几个月我都没吃肉了 你看我现在瘦成啥了 家里有粮有地 再说了 我每个月都往家里寄粮票肉票 你们要的少吃点肉 绝对够吃了 哎呀就你寄了点粮票和钱 那么一大家子人 你两个弟弟都三个孩子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老二老三自己生的喊自己养 你们有手有脚的指望 我一个人养活你们全家呢 这我今天来都来了 你管也得管 不管也得管 有奈的事不走了 这几天我刚好有嫁 到时候送你回去 咋啦 你嫌我吃你饭了 知道你眼里有这小贱蹄子 媳妇忘了你啊 你这个行为让你村里知道 你就是不孝 当初可是你们把我赶出家了 裴燕周 你啥意思呀 你给我翻旧账呢 咋知道这样 我如果给你扔到山里 让狼给吃了 喂哪有这么说自己亲生儿子的 你有三个儿子 凭什么让裴燕周一个人养全家呀 闭嘴 我跟我儿子说话 关你屁事 他什么嘴呢 是我家 哪让你放屁的地方 你们一个一个的翅膀硬了是吧 要分家 信不信不信 现在都到公社告你去 你去 你现在就去 你还不去想孙子 你 你不葬家 你干什么来了 我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找我儿子的 赶紧开门让我进去 站的累死我了 想进去 还不闪开 你叫我开门呢 什么臭脾气 我这不是开大门迎接你吗 赶紧给我做饭 你饿死我了 这裴燕周 也不是啥时候才下班 真是娶了媳妇 忘了娘 也不忘家寄钱 让我们家老小和西北风的 站着干啥呢 磨磨叽叽的 家里不是有地吗 怎么就去吃学哥了 我是裴燕周的亲妈 我给他养大了 他有出息了 我该想想清福了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今天不走了 让你们给我养老 赶紧做饭去 对了 先给我气壶肠 我走了一天了 又累又饿 你给钱了 想吃就自己动手 真没人挂你 你什么态度 怎么跟我说话呢 我是你婆婆 你要不跟我做吃的 我叫本子会打死你 跟你离婚 好啊 你看培燕周 敢不敢打我 还有啊 你是第一天认识我许志毅吗 你怎么出去扫听扫出 方圆石里 谁不知道我许志毅的恶名 我打死你啊 哎呀 大家快来看呀 就这个小姐弟子 不让我儿子往家寄钱 要彼死我们一家老小呀 你生了好几个孩子 凭什么就让培燕周 拿钱养你们啊 培燕周是家里老大 他就敢帮着底下兄弟 再说了 我也不养他 他哪有今天 养他 我看培燕周 根本就不是你亲生的吧 你胡说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说 培燕周不是我亲生的 如果他是你亲生的 你怎么对他 跟对仇人一样来要东西呢 他也不欠你们的 在农村 哪一家不是最有出息的 帮着底下的兄弟姐们 再说了 村里人都可以给我作证 我是在试医院上的他 大家听听这个理 他吃我儿子 穿我儿子 偷我儿子钱 你们说这像话吗 培燕周你可回来了 你媳妇都要打死我 气死我 你给我等着 小剑蹄子 我饶不了你 李大妈 你在这干嘛 原来是江湖似的 我说大老爷拍的这么漂亮 是谁呢 原来是你啊 大妈 你来找裴队长啊 别提了 那个小骚狐狸啊 气死我了 害得我饭都没吃 没事 大妈 我带您吃 刚好呀 我也有件事 想当面跟您说 好啊好啊 走 哈 是你个好啊 这大人上饺子真好吃 江湖似你吃啊 大妈 我已经不是故事了 你以后不能这么叫我了 不是故事了 咋回事了 我前段时间 不小心得罪了许师毅 他要陪大哥 把我开除了 还有这事 对啊 大妈 你是不知道 现在呀 陪大哥可喜欢许师毅 还要问他去考大学 那城里 可你咱家 那八强 你当个多了去了 他要是真考上大学 家里的 吃的 穿的用的 那么都得给大家 怪不得陪眼周 天天不往家里拿钱 原来 这钱都给你早烧皮子完了 不行 我得回去好好收拾他 不能让我儿子的钱 钱进了他的口袋 你干什么你 拿过来 我儿子钱的 什么钱 我拿你儿子什么钱了 你放屁 我儿子不给你钱 你能吃这么好 穿这么好 哎呀 大家快来看呀 他偷你的钱 正好为我逮个正着 他为什么要付我钱 他要不是偷我的钱 他能吃这么好 穿这么好吗 那是人家在卫生所挣的 挣那么多 他不能这么对待我 他指着鼻子骂我 硬打我 还把我给推到地上 你看 我相信志毅不是那样的人 肯定是你先招惹他的 你就这么惯着他 你要把他灌上天呢 哎 不会灌着我呢 能灌着你啊 你再逼逼一句 信不信我告诉你 给老娘等着 等着就等着 要不然别来啊 散了散了 哈 志毅 什么你嫌弃我骂他呀 不是 只是第一次有人 这么猖愧的骂他 你放心 以后有我照着你 他来一次我帮你骂他 什么玩意儿 敢欺负我的人 看什么呢 没什么 黑安州 要不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你惹麻烦了 我说这话有什么不对吗 志毅 我们离婚吧 志毅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你不是想离婚吗 现在可以考大学了 刚好你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也方便你升学 你不喜欢我 你是城里来的姑娘啊 我就是个穷当兵 立不上 我不信 黑安州 你一定有事瞒给我 你告诉我为什么 有时间 我们把手续办一下 黑安州 离婚了 我就再也不还回来了 剪了 不是都要离婚了吗 干嘛还这么自信 给我准备早餐 吸启叶 可惜啊 他怎么砍你呢 装联是吧 爱呀 这身上有个畜生是 你敢骂老娘畜生 你还挺有自在哪 你什么你好狗不能到桌上看 站住给我50块钱 你有病吧 我的钱是要借给你 我儿子钱全给你的 你凭啥不借我钱 影响虐待婆婆是吧 你信不信 我马上到公社去告你 你去你赶紧去 你现在就去 你谁不去谁想 哎呀 我这是错了什么年啊 生了一个不孝子的 娶了他可多媳妇的 这代婆婆呀 咋回事啊这 好像是奎子的亲嘛 学志今天好恐怖啊 你也等婆婆的欺负了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呀 我好好的一个城里姑娘 加到你们这个 计较干来的病房 要照顾两个孩子 还要伺候老公 还要伺候老婆婆 我伺候老公 我跟他扣子散了 执青啊 你可别想不开啊执青了 徐志业 你干什么 你疯了 对 我是疯了 我神经散弱 我天不得别人骂我 你要再骂我我去跳河 让你对你指的 简直不可理 哎 哎呦 骂我我 我疼 哎呀李爸妈 你少说两句吧 我等着 那老娘的毕业 毕不死你 不好了执青 人都在田里晕倒了 你说什么 那赶紧过去看看吧 没什么大碍 就是操劳有点过度 休息几天就可以了 谢谢医生 不客气 你到底是怎么了 要和我离婚 又要摆出这幅草莓过度的死样子 智利 你快走 危险 危险 周准 哎你来的就好 你别帮有事跟你说 正好我也有事要跟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 好好的 陪燕州为什么要退队 原来 你都知道了 周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来坐坐坐 先坐 坐 智利 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嫁给燕州 不知道 燕州以前是你爷爷的警卫员 三年前 你爷爷被敌人杀害 将你托付给了燕州 他只好带你躲进了大河村 跟你结婚领证 这才保全了你的性命安全 可是最近 这个敌人又在边境出现了 燕州担心你的性命安全 这才向我申请 调去了前线抗击敌人 可是他的伤还没好啊 我也是这么劝他的 可是你知道吗 你爷爷的死 就是他心中的一根刺 智利 你有空帮我好好劝劝他 冤冤相报何事了 我才劝我 他到底要跟我离婚 什么 他敢给你提离婚 真是翅膀长硬的 智利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回头 我替你收拾他 从这结果下来吧 你呢 好好复习 你一定要念下徐志毅 好 我知道的 我不让他搞大 你干嘛 你先回去吧 大妈 你在这儿啊 江护士 大妈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生气啊 还不是那个徐志毅 气死我了 大妈 我有一个办法 不仅能让徐志毅 跟裴大哥离婚 还能让他申办名利 什么办法 你帮我弄到 徐志毅的高考报名表 上面啊 有一串编号 你帮我把它抄下来 这样我就能代替徐志毅 去读大学了 什么报名表 我一个农村老太婆 又不识字 这样 我把高考两个字 写在你手上 你能看懂这两个字就行 好好 写我手心里 好 没关系 �랏 大妈 拿到了吗 快要我看看 什么东西啊 这不是这两个字 这后头还有什么字 大妈 大媽 拿到了嗎 快我看看 什麼東西啊 這不是這兩個字 這後頭還有什麼字 大媽 你還是逗逗得出吧 哎 這不是這兩個字 高考加數字嗎 裴先生你醒了 祝爺一直守著我 當 誰守著你了 我怕你死了我守不 既然你醒了那我先 你 等等 哎幹什麼 我們都是要離婚的人 不要 這 該死的裴先生 不要跟我說實話 我不讓你追欺負我葬場 我不姓許 尚初 你真要讓我走啊 今天我正好放假 跟你一起回家 把家回家 你真的要回去分家啊 我一直都有這個打算 這次他太過分 居然偷你的報名表 幸虧他不是字 拿錯了紙 不然到時候我的高考常見 你就不知道被誰的影迫 放心吧 我不會讓他的事情發生 你 媽 你咋回來了 這這這這錢拿回來了沒有 要什麼要啊 快點眼中翅膀硬了 要回來分家呢 什麼大哥 你要跟我分家啊 走你個白眼狼 娶了媳婦忘了娘想分家 先問問我這手裡的棍子 哈你們一個個有手有腳的 憑什麼讓他一個人養你們啊 沒人說話 民怨什麼事兒 看著著嘴 你動他一個試試看 白眼狼 你別忘了 當初去當兵 可是我讓給你的 要不然 你能當上兵 你能回來 當上生產大隊的大隊長 別當白眼狼 讓 那分明是你吃不了當兵的苦 故意把我填上去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大哥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什麼話做下來好好聊 不要鬧著這個樣子吧 我跟你們沒什麼好說的 我這次來就是為了分家的 不管你們同不同意 這個家分店 你 這個家東西我什麼都不要 但是我的東西我也不會給你 現在 把我的錢給我 否則別怪我不客氣 錢 我錢 我先打死你 二哥 二哥你沒事吧 燕州 不喪你天亮的白眼狼 你敢打你弟弟 我是不是白眼狼 你心裡清楚 小的時候 你把我扔到野狼谷裡 要不是我命大 早被野狼吃了 等我爬回家 你會不給我飯吃 不讓我回家 知道嗎 我是在村口的草棚裡吃白家飯長大的 那就是命硬 把你留在家裡 會把我們都客死的 對 沒錯 對了 我還記得 以前你們騙我打獵的時候 把我推進獵人坑裡 要不是我命大被別人救起來 我現在被老虎吃了嗎 你發屁 要是你自己叫一下 你關我兒子啥事 跟你兒子沒有關係 所以 我根本不是你的親生兒子 我說 你怎麼不是我的親生兒子 你是我在縣醫院 十月懷胎生下來的 哎 你不是說 培燕州是你在市醫院生下來的嗎 怎麼就變成縣醫院了 那我記錯了 總而言之 培燕州就是我的親生兒子 你敢不養我 我就到你待會去鬧 到你丟掉工作 你還想吃國家飯 你不配 老三 媽 去把村長叫來評評理 好好教育教育 這個不孝子孫 好 我這就去 這個村長 和他們是一個村人 該不會包庇的 燕州 你回來了 什麼時候回來的 村長 請點笑 看樣子 村長是個好人 村長你終於來了 看燕州這個白眼狼 他要鬧分家 你這樣讓什麼 老三在路上都跟我說了 說燕州不養你們 還要和你們分家 是不是這回事 對對對村長 這個裴燕州現在當上大隊隊長了 他有本事了 他就不認老子 不認娘 不認我們兄弟兩個了 村長 你說是不是我一把水 一把尿把他給拉折砸 要不是他哪有這麼大的委屈啊 行了別吵了 我是老了 但是我心沒瞎 李大花 李大牛 李大壯 你們三個人沒心自問一下 你們有把燕州當成自己的親人嗎 燕州小的時候 你們不給他飯吃 還把他撵到山上去 村裡的人看他可憐 人家給他一口飯 要不然早都凍死到山上了 等在 你們說人家都養你 你們找我幹嘛去了 村長 話也不能這麼說 我是他請媽 怎麼做也不為過 倒是他不養我 他就是不孝 就是村長 我們今天是讓人來主持公道的 不是讓你跟人胡咧咧的啊 村長 他想分家可以 讓他拿出來五千塊錢 再給兩千斤糧票 從此以後跟我們賠價 再無瓜葛 沒錯 拿出五千塊錢和兩千斤糧票 否則就分不了這個家 你們要不要領啊 五千塊錢 配恩州一個月工資才多少 一個個頂著大腦袋 說話不腰疼的 再說了分家 那不是家裡兄弟姐妹平分的嗎 憑什麼讓他一個人出 你個死老娘們 你給我閉嘴 我說了 你別動呀 顏顏州 你為了一個女人你打兄弟 你算不算個男人你 他是不是男人 我知道 還有 有些人看起來像人實際上 豬狗 你 你再我罵去啊 你不死呀 你說誰罵我是吧 行了別吵了 你們不是說 讓我來給你們公道嗎 行啊 我就說句公道話 這個家呀該分 村長 你說什麼 這個錢也不該給 老鄧 你再說一句 以前憑州過的是什麼日子 你們心裡都清楚 我要是讓他把錢給你們 我這個村長 他幹不幹 還有你李大花 他小的時候 你不養他 憑什麼讓他現在管你 不是 你們要是不服啊 就搬住李家村 就當李家村 沒有你們這戶人 不是不是 憑州 我們走 上我家喝酒 明天我就拿公章 讓你簽出陪家 謝謝村長 正好 村長你別走啊 不是一個死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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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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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著我 我以前早就懷疑 不是李大花的親手 可李大花他不承認呢 我也沒辦法 還是上個月 村里組織大家掀起 我才知道 原來你和李大花 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叔 我早就知道 什么 你早就知道了 对 第一次不对献血的时候知道 眼中啊 这些年 李家村对不起你 让你吃了不少的苦 没关系的叔 你不用自账 要不是你们帮着我 估计 都护不到今日 天子不早了 我在这致意 回家还要开心一点点 就先回去休息了 好吧 你们路上多一点干净 好嘞 走吧 这衣服 再见 再见 刚刚村长和你说什么了 说我不是李大花的亲生儿子 真的 我就说嘛 哪有母亲对自己的亲生孩子这么恶毒的 幸好你不是太亲生了 陈燕周 你想不想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啊 我有办法帮你找到他呢 不用了 事情都过于这么久了 人海茫茫 去哪里找到他 再说我们现在认识过不听话 我不去打扰你 话不能这么说 万一是李一猫换太子呢 李大花让自己的儿子去了你亲生父母呢 享受了原本属于你的美好人生 而且他们对你这么歹多 你就甘心 算了 事情都过去了 闷糊了 那李大花要是再来找你 我可就不手软了啊 之前是看待她是你娘的份上 我才多反忍让你 你打他 你就不怕进局罪吧 你舍得我进局罪 那可说不准啊 如果你在像以前一样 再惹是生非呢 谁惹是生非了 我最近哪有出去给你招惹是非啊 走了 严重哥哥 孟平真的是你 我爸说你回来了 我还不信呢 哎你怎么不去我家里坐坐 时间不早了 我回家还有事 嗯 哦哦对了 这是我给你亲做一双鞋 你上次不是说鞋子坏了吗 我给你亲做一身 不用了你拿回去吧 你就收下吧燕猪哥哥 你每天上山下山鞋子肯定不够穿的 真不用了 我看看 哎呀这鞋子做工真好看 哎呦 这鞋子 你还给人呢 燕猪哥哥 这边是 老哥 人家妹妹的一番心意 你就收下吧 哎呦 老 老公 燕猪哥哥 你结婚了 嗯 年初节呢 时间来得及 没告诉你 原来是这样 对不起燕猪哥哥 今天你就当我没来过吧 哎呀 哎呀 有些人平时看上去高风靓节的 这明里暗里可不少好妹妹呢 走了一个江户室 又来一个燕猪妹妹 真是会找分别人 实意 碰瓶是村长的女儿 我小的时候被赶到家门 都是村长一家结结婚 她很照顾我 哦 哦 那你为什么不娶她呀 青梅竹马 亲生不醉 我只是把她们看妹妹 我看人家可不只是想到你妹妹 燕猪 燕猪 还好你们没走 我有重大发现 啊 干什么呀 哎呦 不好意思啊 我们回去吧 不好意思 哎妈 这人都走了你看什么呢 哎呦 你看刚才过去的那个男同志 像不像你爸 哎呦妈 那你就别一身一味的了 你看哪个男人都像我爸 三十年前 要不是我半路然产 就不会在大河镇的卫生所 把你哥给生下来 他也就不会让人里包走了 都是我的错 好了妈 你也别太自责了 我们现在不是有大哥的消息 等大哥回来家 我们好好补偿他 走吧 哎 哎刚才那两个人 穿的那么好看 你说该不会是来找谁的吧 应该是看亲戚吧 会不会是来找你吧 怎么可能 想什么呢 车来了 在这吧 哦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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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你家说 好 去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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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重大发现 我发现了当年接生燕州的那个医生 真的吗 我在翻验文件不经意间发现的 那个医生后来调到县人民医院 你们赶紧去 是不能来人见到的 谢谢您村长 只要能找到这个医生 就能找到裴燕州的新生父母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赶紧去吧 说什么吗 赶紧走 不好意思 你们来吧 王医生昨天晚上你去世了 什么 去世了 怎么会这么巧 那这位王医生当年接生的记录 医院还能查到吗 太难查了 经过了这么多年 也经历了那个年代 医院的很多资料 我们都回就差不多了 要想啥 还能了 没想到好端端的人就去世了 是 没想到 算了之余 我们不找了 我们回去吧 好吧 这个年代真不方便 要是对方也在找裴燕州就好 回家 看了新一点点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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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运车 吃个橘子吧 就不运车 嗯 谢谢 以前都不运车 以前 我记得 这你第一次坐管道车 啊 以前坐火车的时候 你就给我吃个橘子 好酸 你就给我给你一个 有这么酸吗 啊 怎么很酸 不是你扛一扛 看那牙子都要掉 是不是 是 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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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然然 一會見著你哥我該說什麼話呀 哎呦他他會不會怪我呀 哎呀媽不會的我們自己吧 你好 有人嗎家裡有人沒有啊 有沒有人呀 誰呀這你大早的叫魂呢 你們找誰呀 你好請問是李大花家嗎 俺是李大花 你們找俺啥事啊 俺是李大花 你們找俺啥事啊 太好了媽 我們找到大哥了 大華婶 你還記得30年前在大河鎮的衛生所 你接生了一個男孩的事情嗎 什麼大河鎮 什麼衛生所啊不知道我們趕緊走 哎你別急啊大花婶 你是護士你怎麼能不知道呢 外面孩子是犯法的 不敢 你又不杀人不放火 再说你婆婆不是嫌弃你们孩子吗 你把她孩子抱走 你以后就有儿子了 别看了 放心 咱们上面有人 妈妈 她现在不承认 我们就在这儿等 这次无论如何 我都要知道你哥哥的下落 对 没错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某些人要是不承认 我们就不请 让警察来亲自来解开这件事情 妈呀干什么的 你吓我一跳 眼中她亲妈来了 大众出事了 快叫你二哥过来想想办法 什么 二哥 小点声 门口的就是盆燕洲的亲妈 啊 啊 哎呀 盆燕洲的亲妈来了 就是三十年前 在卫生所生下盆燕洲的那个 京城女人 对 就是她 这可咋办呀 别让她知道 你把盆燕洲放回来 再被虐待了 那不完了吗 哎呀 这不是就叫你上来想办法了吗 你想 我有什么办法我 仔细 有了 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 咱让大壮以盆燕洲的名义 去见那个女人 我 这 这样可以吗 保准能行 你想啊 我们三个年纪相仿 大壮跟他呢 身形又相似 再说了 那个女的 就没见过他儿子 咱把大壮送过去 你不说 我不说 谁能知道 可是万一 别可是了吗 现在盆燕洲跟咱分了家 他不会再回来了 你想 那女人 说不定就是京城的有钱人 咱把大壮送过去 到时候 说不定就飞黄腾打了 有钱了吧 你说的对 就这么干 我马上就去安排 行 盆燕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啊 慢慢说 我听说 昨天从京城来的两个女朋友 去李达花家 去找她了 说是要寻找 三十年前丢失的儿子 也不知道李达花 怎么跟姐说的 我们今天要带着陪她娘 准备回城了 三十年前失踪的儿子 黑灵灵 他们要找的该不会是你吧 是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 我就立即找你们来了 大方叔 他们现在在哪 快带我们去 好好好 你们给我来 快 妈妈 妈 妈 妈你怎么了 没什么 恐怕是脑毛病又犯了 先把药给吃了 人员 你有没有觉得他不像你哥哥 他跟你爸爸一点都不像 而且这性格 哎 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哥哥会是觉得你这 好了妈 别瞎想了 别瞎想了 哥可能是在想想再久了 我们把他带回城好好教育就行 嗯 嗯 别瞎 你大伙 人呐 什么人啊 妈 这除了咱俩还有其他人吗 是呀 儿子什么都没有 哦 还有两个讨厌 你们俩少在这装风漫上 昨天经常来的两个女同志 他们俩 人呐 你瞎做什么呢 什么女同志 徐之夜 你少在这胡搅蛮缠 就是 你们两个已经不是裴家人了 我们做什么 关你们屁事 赶紧滚啊 小心待会儿 连你一块打 看你这心虚了 那两个人里边 你有一个就是 林燕州的青生母 你会说什么呢 你这做梦没睡醒吧 得了失心疯了吧你 就是妈 咱走 气死 陈燕州人肯定还没走远 我们赶紧追上去 算了之夜 不追 陈燕州你什么意思 你连自己的身世 都不想搞清楚了吗 不行 行皇帝不禁太典气 都不 我跟你套什么系 实力 还是你有办法 谢梦珍那个笨女人 居然没有怀疑咱 我你二弟去了京城这以后啊 我就有钱花了 吃不完的肉 不过妈 今天我看那个曲直役 有点怀疑咱 他不会破坏咱的计划吧 那那你说怎么办 叫我 给他这脸色瞧瞧 警告警告他 行 我去找姜云啊 叫你一号妙 让他说这三天三夜 没问题 哈哈 快 告诉平队长 孩子醒了 你不是說什麼的 真的都死你 這裏怎麼 你那歪藥下毒毒死我們 不是不是 這不是毒藥這就是一包蒙漢藥 不是來騎這個場上 不是毒藥你害怕什麼說 這誰給你的是不是江銀給你的 你怎麼知道 我就說前幾天看你們倆在村口邊都在這幹什麼 原來是想給我們下屠了 李大花江銀 他們怎麼會在家 不是不是這不是毒 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 裴眼中報警 不要不要報警 這樣不是裴眼中鬧分家 我能毒死你們嗎 裴眼中的命是我給的 今天就要給他奪回來 大媽你啊 這是天頭的莫寶寶病了 我就看你怎麼樣就好了 好 你沒看人命你沒看你 你怎麼知道 你以後能看你要做什麼 最近念中家老鬧耗子 我想的來都來了 幫你把耗子刷上 我再走 好啊 李大媽 我知道有一種藥 這藥耗子特別滿用 我現在就給你拿 好好好 我在這等你 好 好 這藥耗子 這沒有上水 對不起 李大媽 我 傻瓜 干什么呢 什么都会干 擦什么擦 你你要干啥 你送给我 我要干啥 这个话应该我问你才是吧 你刚刚 保护里 换什么东西了 没什么 你看错了 我就是口渴的 下孤单水 我想分明看见 冰箱里面倒了什么东西 你赶紧交出去 不然 他怎么做出来 你吼什么吼 就是一包蒙汗药 就是想让你们喝的 睡一觉 一般一看 这外面是毒药 你知道杀人是验法吗 你这是杀人未遂 至少要判八年 八年 不 我没杀人 这就是蒙汗药 我本来想让你们吃着睡一觉 我怎么可能杀人呢 我也知道杀人是办法的 天长 上面还有一个药 看看 成分到底是 别告诉我 别 不要 天长 我是你亲妈呀 我劝你最好小点声 刚会把健康邻居招来了 我就当初揭穿你下屋的事 我都不说了 我听嘴 别怕 我劝你 睡得好冷 待着 等换验结果出来了 别送你去警察局 不要送你去警察局 那就是一包蒙汗料 我就是想着把你们晕晕之后 我好去你家 出点钱粮票什么的 培燕中很心闹分家 你那个气 很心 培燕中这些年 没少给你们钱吧 更别说 他根本就不是你亲生 你胡说 培燕中叫做我亲生的 行 你不认也没关系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真相 总有水落石出的 你说什么 我真不明白 行 那就说一首 你能听明白的 谢梦汁 你认识吗 谢梦汁 认识 看来是认识 不认识 什么谢什么呀 我怎么可能认识他 你少带着胡说八道 谢梦汁 是培燕中的亲生母亲 你怎么可能不认识 三十年前 你在大河镇卫生所 把他的孩子偷住 带回家虐待 三天前 在他找上门的时候 你忘了鱼木棍桌 把他和你的孩子 离毛化太子 你胡说 你说的什么 我一个字经过吗 我给你说的 我回家 回家 你要回哪 这些 这些 这些报告出的 不是剧毒匹数 什么 匹数 这不可能 这丢着毛汉料 是江云中亲手交给我的 看来你跟江云关系 也不怎么样了 陈元忠 报警 把他们俩 抓起来 不要 不要 陈大哥 我真的没给你们家族 这李大妈 他告诉我你们家族就弄好好的 让我给他一些文汉料 我就给他了 但是 我真的没给他披霜了 陈大哥 你要相信我 张女这意思 是李大妈自己偷偷把药 换成披霜了 那我怎么知道 李大妈 平常就心很丑大的 他想要毒死你们 也不足为奇 瞧颜颜 胡说什么呢 那道明明是你亲手迷惑的 你信我犯药 他瞎毒了 李大妈 你怎么能救不来我的 那你告诉我 许之今是个狐狸臭 他过瘟了陈大哥 你要让他好看的 陈大哥 我说的句句实实啊 小玲玲 别见人 你妈妈 叶长 你要相信我 我会给你瞎毒 你要这样 陈元忠 你怎么想 你帮我 确实有下腰的动物 但我觉得他应该没这么大胆 敢跟我们下匹双 你如果 江领你喜欢你 那他为什么要下腰 不信你 娘 我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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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好 好 好 habil 好 再来 徐大哥你給我解釋 你給我解釋不一樣的 滾幹 叫盈陽 以前我都覺得你是個不羞恨的人 沒想到你這麼惡毒 徐大哥 不一樣的 我今天在一起玩牛 我做了第一天 學會了跟你在一起啊 你的愛我消毒氣 警察同志 死刑已經知道是出了 肯定罰處理 徐大哥 請 徐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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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讓我解釋 他下午不未遂 也請你一併依法處理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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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陽 我是你親媽 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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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屁股捐呢 给我站起来 站好了 你知道自己坐哪了吗 我不应该从别人兴兴古古的劳动生活 别人妈你是坏女人 我要死 我要快来怎么去了 那你既然知道自己错了 你会改正吗 我一定会改正的 我以后再也不能做事了 那你就还是好孩子 可以可以抱抱我吗 就一小会可以吗 大花和姜姨真是太太多了 还好被我提前知道 不然我们俩就危险了 没想到还这么迷途吧 我就说了吧 你不去找麻烦 麻烦自然不找 蔡言诚 要不我们去找你新生父母 裴大壮现在顶替了你的名帝 我怕他们还被弄在乎 顾处长 谢教授 你都不知道 肯定医生 为什么 不这样 我凶平 什么 妈妈 没事郭 我以为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儿子 没想到 有竹篮大神 一场空 老伯子 你也别太难过 好好养身体啊 孩子的下路啊 我已经让然然去查了 很快就会有结果了啊 我那么心里没能理大话 他为什么要骗我啊 那竹篮我们的儿子 会不会已经 离开了 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啊 我们的孩子 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爸妈 我查了他哥的下落了 什么 你大哥现在在哪 大哥他确实是被里大发暴走了 只不过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大哥和他们已经分家了 所以我们才能辅导 大哥现在叫我裴燕洲 在大河村劳动大队当队长 大河村 老头子 快扶起来 我要亲自去接我们的儿子 好好好 这次呀 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把燕洲结婚家 这这 我走 我这 我们一起去 明天我们要去京城 你清澳家了吗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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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夜 之前的事情 我想跟你说说对不起 你具体说的是哪件 你对不起我的事情 多了去了 让我想想 是诬陷我虐待新兴点点 还是觉得我打了姜盈盈 又或者 你干什么你疯了 直夜 我们不离婚了好不好 不要 为什么 凭什么要离婚的是你 不要离婚的也是你 反正我现在要回城了 肯定有很多 好看的小哥哥等着我 谁看得上你啊 你要找别的男人 当然 世界上好男人多了去了 总比一个 不会说话的木头 不行 你不能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 陪远仲 只要你对我说出那三个字 我就不离婚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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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和你一起睡 爹 我马上帝帝帝帝走 不 妈 我要和娘一起睡 娘和爹一起睡我们走 那让爹去找他娘睡啊 爹你去找你娘睡 别来抢我娘好不好 好 让爹爹出门睡好吧 哎 像滑头 就是嫂子吧 你们是欣欣和甜甜 你们 啊是你们 嫂子你认识我们 我们在大和镇的医院进吧 医院 哦那天的人是你 那你旁边那个该不会就是 他就是我们找的是更三十几 天呐 妈你的知觉果然没有错 早知道当时我们就去问问了 那燕子他现在在哪 我们要到哪去找到他 他还没下班呢 进来等等吧 哎 哎哎妈你怎么了 他这是脑梗导致的突发性昏迷 走不进去啊好 醒了就没事了 太好了嫂子真是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在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没事举手之劳而已 啊对了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 我们本来还打算上京城找你 多起这事我就生气 嫂子你是不是知道啊 我们本来可以更早的找到你了 结果多怪这个李大花 骗我们说裴大壮才是我们大哥 让我们把他带回京城 结果到了京城 一言第一个人才知道 我们被他骗了 哎呀你们不知道的事 还在后面 李大花想让裴大壮李戴桃江 又怕被我们发现 正想下毒毒死我 什么 他们居然想下毒毒死你们 还好我反应快 别让他得逞 哦太过分了 亏我这么信任他 他居然想要害了你们的命 他的心怎么那么歹毒啊 妈 你别激动 这件事你交给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不用了 我早就把他送进监狱了 估计没个时间把你挡住 嫂子你这么厉害 我宣布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偶像 你怎么这么像 偶像呢就是崇拜的对象 一点点点不爱出唇白 哈哈哈 爸爸 宣传 我回来了 你看谁来了 燕州大哥 傻愣着干嘛 过来坐下说 对不起燕州 都怪我 当年要不是我大出席 昏迷不醒 就不会在大河镇的卫生所 生下你 没想到你父亲的仇敌 趁血而入 竟买头医生将你给包走了 阿蒙还骗我说 我生了个死 也是因为这个 爸爸妈妈这么多年才没有去找你 大哥你千万不要怪罪他们 妈妈自从知道你是被暴走了之后 每天都很自责 我知道了 你们先休息一下啊 我有点事要出门一个 燕州 没事的 哎 台燕州啊 他就是这个心里 木讷得很 芝衣 你告诉我 燕州心里是不是还怨恨我们呀 都怪我 当初我要是没有昏迷就好了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是这样的 有可能 和他从小的经历有关 他都经历了什么 他小时候是怎么过的 李大华一家子 从小就虐待他 说他是个性 不给他饭吃 还让当时不到十岁的他 住在草棚里 三番五次的想爱了他 要不是有人救了他 估计啊 早就死在山里了 畜生啊 这什么都是畜生啊 他们还是不是人啊 怎么这么虐待我的孩子 他们到底还是不是人啊 居然虐待这么小的孩子 他们一家啊 就那样 自私自利 后来看培燕舟出席了 这一家子就跟吸血鬼一样 趴在他身上使劲的吸血 要是培燕舟 不给他们钱和粮票 还跑到公社去呢 这也太无耻了吧 不行 我要去找他们 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不用了 他们都已经进心狱了 你想去也进不着 你坐吧 其实啊 我跟你们说这么多 就是想让你们知道 培燕舟他吃了很多的苦 很不容易 所以 也想你们 能多给他点时间 让他慢慢接受你 我知道了 嫂子 我和妈妈 会留下来等他和其数 我愿意用我余生所有的时间 来弥补燕舟 可是 我就怕我这个身体 坚持不了多久了 不会的嘛 爸爸 爸爸不是已经给你找医生了吗 你的病一定会好的 我冒昧地问一句 您脑袋里是不是有个肿瘤 天啊 你怎么知道我的脑袋里有个肿瘤 嫂子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不是才见面吗 其实这个病情 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好的 为什么不去做呢 现在国内的设备 还没有那么先进 再加上做这种手术的人也不多 我这个病情啊 也很复杂 其实能在有生之年找到燕舟 我已经很志足了 我只是希望老天 能再多给我点时间 让我好好弥补他 您放心吧 我会好好劝劝他 我看你也累了 快去休息吧 我现在先去市场买点菜啊 辛苦你了 知一 然然 你跟着你嫂子一块 别让人欺负他 我知道了嘛 我会保护好嫂子的 欣欣点点 走 我们出去了 你怎么不去吃饱子 такой 你吃饱饱了 你吃饱了 我 Brasil 我吃饱饱了 你吃饱了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我吃饱饱了 我吃饱饱了 吃饱饱了 嘴饱了 我吃饱了 你吃饱饱 我有点得以赶 我不能因此吃饱饱了 干杯饱了 他这些年其实很想见到你们 但是吧 他那个人性格就那样 很多事情啊闷在心里 就跟个木头似的 嫂子 其实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 自从生了大哥之后 就再也没有生育过了 总觉得对不起大哥 没生育过 那你 我是爸爸妈妈领养的 我下面呢还有五个弟弟 一个妹妹 自从妈妈五年前知道大哥是被抱走的 没用死就开始四处去 从各个地方回应 收养了很多小孩子 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大哥 原来是这样 那你父母也挺不容易的 你放心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会好好训训培研究 早点和你们相认 嫂子你也太懂我了吧 我一说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就是怕妈妈身体不好 她一着急呀 就可能会 你放心 我也希望培研究 能有一个你们这样的家庭 我会好好劝她 谢谢嫂子 我以后结婚呢 一定要找一个像你这样 对我全心全意好的人 你以结婚可以吃糖糖吗 哎你个小肚子就知道吃 太胡说八道 送点点去结婚啊 点点不想结婚 小闺女家家的都是要结婚的啊 那 那姐姐等到活到一百岁了再结婚 那个时候你爸爸妈妈都入土了 入土是什么一些 就是人长大之后会变老 会去世 每个人都要被埋进去 每个人都要被埋进去 对 对的 那可不可以把牛和爹埋得近一点 就埋在院子里 这样子点点想他们的时候 就可以挖出来看看了 嫂子点点真有意思 许直业 许直业 你怎么是现在就没有人 好意思说都是你 让张颖命做的 让我丢了工作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我们俩本来就是因为我 刚刚说给我下药的事情 也是他指使你干的 哈哈哈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要不是你 我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吧 许直业 你给我死吧 我杀了你 啊 啊 你带走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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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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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嫂子 对嫂子都不好 哎 我就知道你嫂子这个人哪 是报喜不报忧 她一个下方之亲跟在你哥身边 肯定吃了不少的苦 没事儿嘛 这次我们找到了大哥跟嫂子 就能带他们一起回京城了 那也得看你大哥跟你大嫂的意见啊 我们不能用亲情去绑架他们 哦 我知道了 我听到爸的声音了 我去接他 哎 燕州 这是你爸爸最拿手的猪肉白菜的饺子 我尝尝 喜不喜欢 大哥 爸包的饺子可好吃了 你一定要多吃点 啊 你们放心 他最爱吃饺子了 对吧 哦 怎么样 咸蛋还可以吧 嗯 挺好吃的 哈哈好吃就行 只要你喜欢啊 以后爸爸天天给你包 没事儿 不用了不用那么麻烦 怎么不用了 一想到你以前连碗饺子都吃不起 我的心就痛 啊 妈 你也听我妈 老婆子 老婆子 你没事吧 快送去医院 什么 那现在到省城的医院来得及吗 你们这边的医院 你们这边的医院 没什么医院 没什么医院 没有遗憾 生死有命 我能看过医院 就是死在这儿 我也没有什么遗憾 妈 你胡说什么呢 大哥还没有回家呢 你还没有天天的叫你一声妈妈呢 你怎么就没有遗憾呢 我要做手术吧 你 嫂子 你能行吗 这可是精神明依都是肉不侧的手术 之夜 这是开颅手术 没那么简单 能行吗 我可以 好 手术的事情我们来安排 出了责任 怪我身上就行 什么 你真是多久了 这个 大哥 嫂子 真是这个 我的 嫂子 嫂子 我叫你的女儿 嫂子 谢谢你这次救了我哥 我哥 有你这样的媳妇 真好 哎 其實我很快就不是你嫂子了 啊 你哥要跟我離婚 說不定等我考上大學之後 我們倆就分檔有沒有 什麼 我哥這麼過分 嫂子你別生氣啊 這件事情我替你想辦法 別急別急 走 大哥 大哥 有事跟你說 什麼事啊 我聽知一姐說她要考大學了 你怎麼想的 你怎麼偷說這個 我這不是為了知一姐著想嗎 她剛剛救了媽媽 又照顧了你這麼久 爸媽剛才跟我說呀 如果你要跟她離婚的話 就認她為乾女兒 然後讓我介紹身邊的七年才俊給她 什麼 對了 知一姐這麼年輕 又這麼優秀 藝術又這麼精湛 肯定有很多人搶著喜歡她 不同意啊 你憑什麼不同意啊 你又不喜歡知一姐 當初娶她也是被迫的呀 誰說我不喜歡你 我喜歡她 你問什麼 我說 我喜歡她 你 duct 就要是給她 妳ithm куп嗎 請妳的 英雄 從英雄 她 好 太棒了 你看了第一秒 让我们掌声有请 新郎新娘 新娘 你记得你终于是那一句 为我的心法被试 明发到爱失去 一吹高贵 我又为你 我坚持着你 阿我 批明舒 Pack